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家暴受虐或是曾有偏差行为的国高中少年少女还正在发育的年纪 我们都有的吃有的喝牧师不会让我们恶到 那时候不知道 然后当我现在就是跟在牧师身边 然后常常出去一些牧款的场合 我才知道在我面前就很西装鼻鼻的一个人 然后确实要在大众面前弯腰90度跟人家牧款 27岁的盛凯他幼年经历家暴 逃学逃家犯下上百条抢夺窃盗案 12岁就被上铐压进少年监狱 直到出狱后遇见张牧师 然后就穿一件那个吊嘎 就是内达印象词 露他的自清 他有哪一本圣经你知道吗 脸上戴着斯文眼镜 身上却披着龙虎刺青 张静毅曾有段荒诞少年 随时都要插着人要做什么 尤其那个选举的时候最好赚了 我们都会先去跟服务出谈 拿不到钱拿不到钱就先开箱再讲 那你也有去候选人的服务处开箱过 当然有怎么会没有 恐吓贩毒黑心钱好赚吗 他至亲的哥哥疑似遭到黑赤黑丧命 自己两度进出监狱 还染上严重毒瘾 有一次回去的时候 又毒瘾来了又在打毒品 妈妈就直接在窗外看着你 你不要再打了 我求求你不要再打 不敢看妈妈 那是两个眼泪跟着掉掉掉 一条手臂千疮百孔 就是因为过度注射毒品 蜂窝性组织炎溃烂 1999年张静毅决心戒毒 但他戒断时的暴力倾向 被各大医院列为拒绝往来户 福音之家的墙壁被打出了一个大洞 但他坚持信仰 从刀口填写的黑道兄弟洗心革面 回首那段堕落不堪的下流青春 2001年他创办桃源少年之家 帮助孩子摆脱毒品黑道 但迷失方向的叛逆少年 一开始并不买单 自己成为被窃盗的目标 妻子还被绑架 他坚持用爱感化孩子 有一年的圣诞节印象很深刻 全部12个孩子把礼物堆在那边 就这样 那我们家英 妹妹来 你先挑 挑我们哥哥的人再拿 我马上哭了 桃源少年之家 已经帮助了超过200位少年 每月访试300个高官怀家庭 辅导过的孩子 有人荣获总统教育奖 有人以他为榜样 投入辅导工作 或是赔力就业计划 这些孩子们的大家长张敬毅 从吸毒贩到牧师 人生谷底翻身 希望用正能量 拯救更多歧路少年 三立新闻 陈志宇 陈乃宇 桃源报导 转发了 感谢观看